来关注即将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我们知道俄罗斯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参与者 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要伙伴 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就表示 何方期待同中国加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赢 独行怪中行元路气修子加油干 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特意用中文总结他眼中的一带一路 他认为当今世界需要新理念来应对全球化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恰逢其时 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参与 几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迈出坚实步伐 在此基础上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将凝聚更多国家的合作和努力为共同发展繁荣注入动力 这些意状 在实际上,我认为任何难事都能够避免 工作于这个计划 也应该建设准备准备 理解的重要性 因为人们是共产党 有共产党 2015年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 关于丝绸之路经济代建设 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 开启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进程 吉尼索夫表示 从莫斯科中国贸易中心的建成运营 到全球极地最大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的顺利实施 中俄各领域合作保持强劲势头 利益融合不断深化 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取得重要早期收获 吉尼索夫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借此契机 俄中两国将拓展和深化各领域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在高水平上实现更大发展 吉尼索夫表示 吉尼索夫表示 吉尼索夫表示